扣球是身体在空中完成的击球动作 每一次扣球需要经过助跑 起跳 空中击球 和落地四个相互衔接的过程 扣球助跑总的要求是连贯轻松自然 由慢到快由小到大 只要脚一动就要有相应的手臂协同动作 助跑可以采用一步两步三步或者多步助跑 后面我们会详细讲解各种助跑的要领 起跳的时候两脚速速扒地双膝猛身 膝脚在100到120度之间 手臂摆至身体侧后方并开始向前摆动 记住 只有两臂积极地摆动才能使你跳得更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击球的手型 五指要微微张开 以全掌包满球 击球的后中部 手腕有推压的动作 是球向前下方旋转飞行 起跳以后 你就进入腾空阶段 要挺胸斩腹 身体成弓形 AD的时候 依次带动肩肘腕隔关节 呈边甩动作挥动 在肩的前上方最高点击球 要以收复动作带动发力 落地的时候 要做好缓冲动作 保持好平衡 以便落地后 能及时完成下一个动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